教育學生如何合作、互相交流 他們正在模特兒和教育學生 同樣是需要在與學生共同學習的過程中間 也要與學生一起溝通 溝通的話,這樣能了解到學生 他具體學習到某一個哪一方面 所以,一個能力學習的環境是 學生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和選擇在學習的項目 學習的項目是同樣的 但學習的項目是同樣的 學習的項目是不同的 學習的項目是主動式學習的 老師創造了一個有深度的全真式的教學環境 讓學生可以自主選擇 和有目的性地參與其中 舉個例子就是他們課上需要學生 對於現時段所發生的一些國家大事 或者說國際性事件做分析 或者說做探究 學習的項目是在同樣的 學習的項目是同樣的 連一條項目是在某一頭 學習他是固定的項目是同時 學習的項目是同樣的 學習的項目是